又到了真佛秘法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台北中关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师您好 佩君师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师来到节目当中 是谢谢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看到 其实这个秘教的祖师 对于要先修升起四地或者是圆满四地 一直以来有不同的争议 是的 那我们也看到在开始当中连生活佛说了 这个宗科巴祖师其实是力排众议的 认为就是要先修升起四地 那想请教连月上师 您对于这些不同的争议的说法 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好的 我跟大家分享我最喜欢的一种建议 就是连生活佛说 他主张先修升起四地 再修圆满四地 但是有时候升起四地当中也有圆满四地 圆满四地当中也有升起四地 那么这个说法呢 我个人是认为非常非常圆满的 那么自古以来啊 我们要明白秘教的修法 其实是非常重视次地的 这个重视次地呢 就好像我们在盖栋房子 我们一定要把地基打得非常非常非常的坚固 有了很坚固的地基 我们一层一层往上盖的时候 这个房子仍然是非常坚固的 所以升起四地呢 就像这个房子的一个地基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这一集啊 连生活佛在谈到密宗到四地广论的时候 他颇有一些违言啦 因为我们都知道啊 很多的这种经典 其实他用的文字呢 非常非常的坚硬 我们说很基本的 很简单 我们把它变得很复杂 很高深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但是我们把很深奥的 很究竟的一切的资鉴呢 让他浅显易懂 然后又一针 能够种到一个最核心的经药的部分 这是非常难的 那么在这一次呢 我深深的觉得 在连生活佛的法教当中 他就是有了这么样 非常非常珍贵的特点 他常常用很浅白的 这种语言跟文字 来让我们很明白 我们修行上的核心精神 那么从这里呢 我们就要开始了解 什么是升起次第 什么是圆满次第了 那么在连生活佛的开始里面 他曾经谈到 如果以禅宗为比喻的话 升起次第就是建法 所谓的建法就是一步一步去修 一步一步完成的法 叫做建法 那么圆满次第呢 就像顿法 什么叫做顿法 就是指指我们的佛性 让我们寄生成佛 这就是顿法 这就是圆满次第 那么我们再以禅宗来比喻 什么叫做建法呢 这个神秀大师 他说时时勤服事 莫时染尘埃 我们时时不断的去做我们 清净身口意的功夫 这个就是一步一步清净 一步一步修持 这个就是建法 那么什么叫做顿法呢 我们再以慧能大师而言 他说菩提本飞树 明镜亦飞台 本来无一物 何处染尘埃 这个就是顿法 就是直接顿入空性 直接成佛的圆满次第 但是呢 我们在修行 我们能够明白 能够直接顿入空性 毕竟是少 所以呢 我们在修行 要建立坚固的修行的地基 升起次第 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呢 连生活佛又说 在升起次第里面 又有圆满次第 圆满次第里面 又有升起次第 那这怎么说呢 下个礼拜 我再为大家继续来分享 感谢连月上市 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 打电话进来 全新2017年丁友年的福慧农民力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欢迎大家来电索取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市 来到节目当中 谢谢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佛奖 大圆满九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又到了真佛秘法 小学堂这个单元了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 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台北中观堂的常驻上师 是连月金刚上市 来到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欢迎上师 连月上市您好 佩军世界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连月上市 来到节目当中 在上一集的节目当中 连月上市跟我们分享 谈到了这个升起次第啊 就好像禅宗里面 所说的剑法 是慢慢的慢慢的 一步一步的根基扎实 然后慢慢的学习跟领悟 而圆满次第 就好像禅宗里面 说的顿法 就要直指核心 立刻就明牌就开悟 哇这个其实还蛮深的 想要请教上市 还有什么样方法 让我们可以更了解 升起次第 以及圆满次第之间的差异 好的 那么连生活佛 在这一集的开示里面 讲得非常非常的好 他说呢 这个就像我们把一粒麦芽 这个种子种在土壤当中 那么种子一种下去之后呢 我们不断的去浇水 不断的去施肥 这个过程就是升起次第 那么直到呢 这个麦芽 它发出了芽 这个麦子它发出了芽 成为麦芽的时候 这就是圆满次第了 那么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每一位众生 我们的佛性 本来这个种子都是有的 都是圆满的 但是呢 我们在生生世世轮回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少了浇水 少了施肥的功夫 虽然一切众生的佛性 是如此清净圆满平等的存在 但是这个种子呢 得不到很好的外在的因素 得不到很好的灌溉跟施肥 因此这个种子始终没有办法萌芽 这个麦子始终没有办法成长为麦芽 这个就是所谓的升起次第 跟圆满次第的另外一个比喻 对这个比喻呢 其实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也就是我们要如何为这个种子 施肥跟灌溉呢 那么什么是升起次第呢 那么连生活佛说 升起次第是外法 外法是修我们的身口意 而圆满次第是内法 内法是修我们的气脉明点 我们一个修行人啊 我们常说人臣即佛臣 我们做人 我们最起码要让自己人的这个品格 成为圣人 那么我们往圣人的这方面 不断的去学习 不断的去施肥 不断的去灌溉 那么我们清明的佛性 清明的智慧才会显现 我们才能够去明白 什么叫做圆满次第 所以为什么我一直强调 升起次第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 我们一个修行人 外修身口意 让我们身清静口清静意清静的种种修法 这就是升起次第 也就是说我们在升起次第是修对字法 我们的身不清静 口不清静意不清静 我们如何对字呢 所以呢我们在修秘法的外法 我们身我们观想为佛的身 那么这个就是对字 我们世俗凡夫的身不清静 那么修不清静呢 在秘法上就是以持咒 所以以持咒来对字我们修的不清静 而意念呢 秘教里面是用观想 我们观想佛菩萨庄严的形象 来对字我们所有一切的妄念跟妄想 所以这个对字法修持的过程呢 也就是升起次第了 感谢连月上师跟我们做的分享 节目的最后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打电话进来 2017年丁有年的福慧农民历 就免费的送给大家 再一次的感恩是连月金刚上师 谢谢 同时非常感恩所有观众朋友 您今天的收看 这个礼拜六的同一时间 不要忘了继续收看 连生活博奖大圆满九次第法 我们星期六见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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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